腾讯体育8月5日梅河口训,关流陆国际南蓝锦标赛吉林梅河口战,中国南蓝蓝队即将迎来第三个对手塞尔维亚队,赛田林小旭接受采访时表示,美国特训让自己身体状态有了显入提高, 但目前遭遇的鼻梁伤势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困难,上赛季大伤归来的李小旭帮助辽宁堆拿到了CBA总冠军,就在其他也没有闲着,其与贺西宁,刘小旭等人共同赴内国进行了体能特训,并取得了显著效果。 经过40余天的训练,小二分重减之一把抓,体重有107.8公斤,上升至110公斤,体质率有11%,下降至92%,回国富兰队报道的李小旭明显黑了一圈,也撞了一圈。 对此,李小旭说道,这次到美国军联队身体上帮助很大,我现在的身体机能感觉,确实比过去更好。 满血归来的李小旭,却在与奥哥拉队的比赛中遭遇重创,他的鼻梁鼓被对手打成骨折。 当场血流不止,次战乌克兰李小旭带伤上震弹仍受到影响,全场五周一中仅得两分。 对此,李小旭说道,这个伤还是有些影响,在场上有时候,会感到彼此呼吸不畅,还是要恢复一下。 结束与赛尔德雅的比赛之后,蓝队还会参加姚基金慈善赛,和斯坦克为棋杯的比赛。 此前有消息称李跟届时会回到球队报道,但主帅杜丰盛此事仍有待确定。 DM的免责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